范冰冰不开工,胜诉连续10天,获赔200多万网友,这钱好赚。 范冰冰可以说是从来没有缺过话题。 一段时间前,她因税务问题被罚款8.8亿,这在外人看来是天文数字。 据估计,这笔钱在范冰冰眼里也不小了。 虽然的言和表演都是上千万,但正常人8.8亿是肯定负担不起的。 今年10月,范冰冰发布道歉信,认罚超8亿人民币,事件算是暂时告一段落。 不过,在此之后,除偶尔微博发生外,范冰冰依然处于隐居状态。 或许有些人会觉得,范冰冰要走下坡路了,但事实却远非如此,或许现实是就算被封杀范冰冰袭击能力依然不容小觑。 赚钱对于范冰冰而言或许只是小意思。 8天进账240万,干什么工作能做到如此吸金呢? 范冰冰最近一直在打官司。10天内打了5场官司,赢得了近300万元的赔偿。 在她眼里,估计也是小钱,但在我们的公众心目中,那是一笔巨款了。 现在的范冰冰没有工作,300万的收益也是她客观的收入。 那么,这5起诉讼的情况是什么? 未经授权使用范冰冰的肖像是一个典型的肖像侵权案件,这些案件基本上对范冰冰来说每个月都有,其中大部分都是成功的结局。 根据北京法院发布的信息,范冰冰今年已经有七八十七起肖像权案件,一个月内有超过十几起。 据估计,范冰冰可能缺钱了,不然不会现在起诉侵权行为。 估计之前也看不上现在平均一笔几十万的费用。 这种赔偿的金额可能少几万,多得几百万,但她仍然非常擅长维护这些权力,基本上都是成功的结果。 众所周知,明星的肖像权屡屡遭到侵犯,不少明星都因此打过官司。 而范冰冰作为娱乐圈的老牌明星在维权方面还是很专业的,这上面提到的五起案件还只是12月份的,实际上在今年10月和11月也都在处理相关案件。 从案件的发展方面来看,即便是有被告不服判决进行上诉,结果也都是败诉维持原判。 可见范冰冰冰对于这类案件已经算是得心应手了,前期末不作声收集证据,最后一告一个准,基本没有失手过。 由网友败诉论,为何范冰冰的官司判决这么快? 其实吧,具体分析,肖像权被侵犯的案件并不复杂,只要证据却早就能立马断案做出判决。 而且不单是范冰冰的胜诉率高,其他明星维权的胜诉率也很高。 以熊乃警卫力,其射诉案件共46件,去掉在裁判文书中没有体现裁判结果的案件,胜诉案件有27件,败诉案件有2件,胜诉率为93%。 范冰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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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冰� 8个多亿的资金,他即便在财大气粗,短短数日内就较轻罚款,流动资金不出问题的可能性很小。 网友认为他采取法律手段合法,获得数百万赔偿款来应对资金周转困难也是可信的。 当然了,范冰冰也是不缺钱的,等待有朝一日付出的时候随随便便就是可以赚大钱,现在只需要叙事待发。 另一部分网友认为一码是归一码是,只要是中国公民就有权利维护自己利益,民心也不例外。 根据法律规定,未经本人的同意和授权,公民肖像不得用于盈利目的。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,范冰冰采取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,这是合法、合理。 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呢?对范冰冰有什么看法呢?